所以說美國大選 距離現在兩個禮拜的時間 雖然你看這些候選人講話 都會非常的保守 所以我更認為是階段性的 就像川普之前 他也不斷地誇要 他跟金正恩 他跟這個習近平都很好 可是隨著中美貿易的關係 你看他的關稅提這麼高 然後他對這個中國 展現出一個絕對絕對的 這個互相對抗的 這樣一個決心 他所用的蓬佩奧 你看他那時候 所以為什麼在八年前 為什麼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政府非常的支持川普 就是因為他表達的強烈 這個反中的這個態勢 所以以目前來說 不管是賀錦麗或是川普 你現在問他有關於 中美之間的關係 你會發現他們所講的話 甚至到美國的評論者都說 這段所講的話 你不要把他當一回事 等他真正上台之後才有辦法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一些是不是要出兵 或者是臺灣在這個整個 美中台三角關係當中 具有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他們所提到的 有一點是迴避 但是還是強調就是說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來說的話 必須要是取決於他們未來 可能所以大家就推測說 他們可能就是一個 不把他當作是一個很強的敵人 但是也覺得在進核的關係當中 還是維持一個所謂的溝通的管道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的 美國智庫提到台海 的確是在全世界的海運當中 在五分之一 如果台海發生任何的事端的話 這對全世界經濟會造成 非常嚴重的一個縱挫 更不要說現在已經不是美中台三角的一個關係 還包括北韓南韓之間 還有不要忘記的美日韓 他們的次國務卿 次的國防部次長也在首爾舉辦的 這個多邊的會議 還有包括以阿的戰爭等等之間加在一起 你會發現剩下兩個禮拜的時間 對候選人來說 他們只能採取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像特朗普他也收斂了 他對於他說你看 他只會這樣用不同的方式來 甚至他也在這個演說當中 他也不正面回應 跳了三十九分鐘的舞蹈 這也是讓這個所有支持者 非常的一個傻眼 所以不會在這個最後的兩個禮拜當中 真的能夠看出他們在這個美中台 特別是對於中國的一個關係是如何 那你更不要說是賀錦麗的 他所以所提到的部分裡面 還是告訴你一中原則 但是我們要維持區域的和平的穩定 然後中國大陸不要有任何太挑釁 就是一些我們平常想聽到的 我們只能說只能在這次大選決定完之後 然後再看看中國那個時候所處的位置 他們內部的一個關係 還有跟他們這個外部的關係之後 可能就任完後的半年 大家才有辦法看出 真正我們台灣在這個關係當中 可能被對待的一個位置 還有這個整個國際的趨勢 到底在如何 不過我最近還是呼應一下 美國現在目前為止 的確是壓保特朗普的這個機率 比過去來說一下之間 突然翻的 你很難看得出來 他為什麼會有機會入主白宮 因為我們已經承受過四年了 可是可能是賀錦麗的表現 還有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川普目前為止 已經不是說不可能了 這是我們大家要特別小心的